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太馬里的金針山 然後金針山通常大家都想到應該是賞花吧 賞花的話有繡球花、櫻花 還有金針花跟賞風等大自然的景觀 不過除了大自然景觀之外 景區的話大概有雙乳豐啊 望幽谷等等的地區讓大家可以去看看 一樣是大自然的風景 而除了這些自然風景之外呢 現在在金針山上還有很多深度的體驗旅遊 以及有趣的民宿等著我們去發掘 像是眼前這一間設計感非常重的環山雅筑民宿呢 他是台東返鄉青年楊文廣他的清竹設計公司 所設計創作的其中之一個作品 好 嗨文廣 嗨文廣 可以讓我參觀一下民宿嗎 好 沒問題 這個部分是我們大廳 然後那個發台就是因為我自己的興趣 因為這邊是櫃檯 就是客人如果來的話 確定就在這裡 然後就是基本上 當初怎麼會想說要不來台東這邊工作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在太馬里這邊 然後我覺得我原本其實只是來環山雅筑這邊打工 然後那時候其實大學的時候吧 暑假來這邊打工 然後打工的時候就會發現 這邊的風景超漂亮 就是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旁邊是日出跟著我一起起來 然後下午工作完可能整理完房屋 那時候還會有旁邊可能會有雲海 下午很容易有雲海 然後到了晚上可能天氣好就會有星空 所以那時候就是想說 如果我可以在這麼漂亮的地方工作 超棒 對 然後也沒有想太多 就這樣就回去了 然後就是大學讀完 然後在高雄那邊也工作一陣子 做的時候就突然聽到這邊前一個老闆 他就沒有想要做了 他想要把這邊收掉 原本想要找人接啦 可是那時候找不到人接手 所以他想把這邊收掉 然後我們就想說很可惜 這邊如果收到就沒有人看得到 所以我就跟我哥 跟我老婆 終於找了很多人 然後最後一起 確定要合夥一起做 就是跟我哥老婆 然後我們就把這邊頂下來 到現在 那也是六七年前的事情 你頂下來之後 你有在這邊做了很多改變嗎 因為我剛剛看到這邊 就是有點偏日式風格 然後但又蠻時髦的 然後想說你當初怎麼會有想法 想說把這邊變成這樣子 因為其實 我覺得我們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就前一個老闆他種了非常多櫻花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園區現在都是枯樹 因為現在葉子都掉光了 在三月的時候他們會開整片的櫻花 我們這邊大概種了一百七十幾棵 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為 我們種了這麼多櫻花 然後我們的位置又這麼山上很容易有雲霧繞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地方其實蠻日式的 然後我們也想說 我自己也蠻喜歡日系這個風格 所以我就會把這個風格慢慢帶到這邊每一個環境 然後加上我自己原本是做設計 所以我就把大廳慢慢把它調整成我喜歡的樣子 就是有點日系可是又不會太傳統 它有點就是比較現代日系 然後餐廳也慢慢改 然後我們也打算說 我們一年改一個地方 然後今年的話應該就會調整我們的房間 也慢慢把它變成一個在地的樣子 對 仔細聽完老闆當初 為什麼會來到這裡開始經營民宿 我完全可以了解 因為這邊無論是風景還是戶外的場地 都讓人覺得相當舒服 感覺也很適合帶著我的阿貓阿狗一起過來 讓他們跟我一起桑一下 等等得來問老闆這裡可不可以帶他們來了 我們這邊就是大概是比較適合怎樣的客群可以來到這民宿 你有推薦的 我們這邊其實親子的蠻適合的 就是因為有我們這邊很大的腹地 然後小朋友來放店真的超適合 就是這樣只要坐在裡面喝茶喝咖啡 小朋友在外面跑 然後就是因為這邊也沒什麼太多危險的東西 就是大自然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然後我們一開始就只有幾組家庭 然後後面才是慢慢的 因為怎麼小朋友一直帶小朋友 就發現只要帶兩三個小朋友來這邊 這樣就整個完全自由了 很輕鬆 對 而且我們這邊其實另外一個特點 是我們養了三隻狗狗 以前有四隻 現在剩三隻這樣 然後小朋友也會跟狗玩 然後我們的狗也是另外一個特色 就很好笑的是有時候客人來住玩 他都不會記得我們環山有什麼名字 就會記得那邊有三隻狗狗的民宿 狗狗比較令人印象深刻 來這邊的時候就會找狗狗 然後有時候還會來住的時候 帶著很多零食來 假狗狗嗎 對對對 這是我們最強的公關 所以我們也才慢慢的也 做另外一塊是那種寵物友善的民宿 所以就是也有提供 寵物來住宿 我們會提供一些簡單的設備 就是讓寵物也是像來度假一樣 所以很棒耶 帶小孩跟帶寵物都可以過來 那如果說親子在這邊的話 除了看美麗的風景以外 然後他還有什麼有趣的可以玩 你們會有提供的 就其實因為我們這邊的淡旺季比較明顯 就是會有淡旺季的時候就是很多花在開 所以我們就比較不會準備其他的活動 然後淡季的時候我們就會準備蠻多種不一樣的活動 像我們都用在地的東西 像我們會帶生態導覽 生態導覽其實因為我們自己常常在山上走 然後我們就會認識很多這裡的植物跟動物 所以我們也會帶客人出去做一個 有點像是登山導覽的體驗 大概兩個小時 然後... 就真的走在那個山裡面 嗯嗯嗯 很親近大自然 對啊 我們就這樣走出去 就外面這條 然後繞一圈 然後兩個小時 你看你三點入住 然後放個行李 然後再跟我們出去走一趟 兩個小時回來 差不多就可以吃飯了 然後你就這個下午整個時間就很充實 而且其實也更認識這裡啦 跟人那些小孩走完之後 可能就很累 對 晚上就不會再吵了這樣 然後大人就可以來這邊喝酒了 很完美的一個行程 還有什麼體驗活動 晚上的時候如果天氣好 就是夏天的時候 我們這邊因為沒有光害 所以你肉眼可以看到銀河 所以我們也會有帶星空導覽 然後六七月的時候 因為有營火蟲 我們也會帶營火蟲的導覽 這樣生態的 然後如果天氣沒有那麼好 就是可能有個陰天 或是有些客人比較想體驗手作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金針山 這邊叫金針山 就是除了產金針以外 有另外一個蠻特別的東西是愛玉 就很多地方 關山有種 我們這邊也有種 其實這邊的量也蠻多的 因為愛玉對環境的要求很嚴格 所以我們這邊的居民 他們就是 這邊都是農民 他們就是種 所以比較少人知道我們這邊有愛玉 對 都以為是阿里山 對 所以大家知道愛玉這邊真的有嗎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有 所以我們也會做愛玉的搓 愛玉體驗 或是教愛玉的一些動植物的生態 這樣小朋友可以動手做 可以認識 蠻多的 就是生態部分也有 然後有時候我們也會做一些文化的體驗 像這個山上 就是山藥那邊有一個陳媽媽工作室 他們就是一個 陳媽媽就是做十字秀 這個排灣組的傳統工藝 神力有魅 對 他們就是做很久了 然後也蠻有名的 然後我們這邊也是有客人 如果要預約他們的體驗 只要五個人以上 就是我們也會帶陳媽媽上來這邊走一走 然後 就在這邊教你做 就直接在外面的涼廳那邊 然後陳媽媽就會來教你 超棒的 也是另外一種文化體驗 這樣子 真的很棒 所以在這邊就是看大展以外 其實也蠻忙碌的 如果大家要來體驗 等等各種有趣的體驗 保證讓你行程滿滿滿 在民宿裡絕對不無聊 欸不過在山中肚子餓了 該怎麼辦 別擔心 老闆說 民宿後面那間等著我啦 萌萌來到這一間 看起來很可愛的那個餐廳 他叫什麼啊 我們叫後面那間 你說後 那間 就是後面那間 對 好可愛的名字 非常直覺的名字 對對對 怎麼會想到在這邊 然後這樣開一間 那麼可愛的像咖啡店 嗯 因為其實 我們這個名字由來是這樣 就是以前沒有這間餐 就是以前有 就是環山亞族這個民宿有餐廳 然後那時候沒有店名 然後我們就會 客人就會說我們去哪裡吃飯 我們就會說後面那間 因為後面還有一間 喔所以是這樣由來 後面那間 對就是把它沿用下來 所以我們現在這間餐廳 就叫後面那間 然後其實會這樣開 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覺得金針山 這個地方 這個社區 它是一個 我們一直想要幫 因為我們自己也做一些 關於社區的事情 然後我們想要幫這邊轉型 他一直都是做 以前來這邊 可能就是買金針花乾 然後吃什麼金針牛肉麵 然後吃麵線 就是比較傳統中式的 我們覺得可以帶一些 比較新西式的東西進來 年輕人會喜歡 對 那種網美打卡店 那種小小可愛可愛的 那時候就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就開了 就是把這間獨立出來 然後讓 這就是 現在經營的 就是我跟我太太一直做 然後他就是 因為他也喜歡做甜點 所以我們就是 有做專門的下午茶 然後也有做早餐 然後也有做晚餐的部分 那你們有什麼特殊的餐點 就是可以跟大家介紹看看的 其實因為我們這裡很深山 就是我們後面那間很深山 所以你要來 你一定要先預約 如果你平常沒有預約的話 就是可能就 就只有一般的飲料啊 氣泡水這樣 可是如果說你有預約的話 我們就可能幫你 準備一些比較精緻的 下午茶 我們這邊說 就是說 跟我們剛剛走日式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下午茶 也是做和菓子 像我們也有參加就是 曼食這個組織 然後我們也會想說 我能不能把在地的食材 然後跟一些比較合適的做法 日式的做法結合 像去年 我們每年櫻花季 我們就會做一個 那種糰子 糰子串 三顆的糰子串 然後中間像用的 呃 材料就是用米穀粉 就是用比較在地的 台東的米粉 對對對 然後像裡面的櫻花 也是用我們這邊的櫻花 種子去醃漬 研製櫻花 真的是這邊種的櫻花 然後拿來這樣用 對 然後所以 就是 還有一些簡單的其他餐點 不過我們都會像 像也有做下肝糖 或者是其他的那種 而且我們在挑選的時候 我們不是就是 不會特別是為了 我們就是要做這個才去做 而是 像前陣子 就是 玩倫西亞 就是它產量很多 對 所以我們也想說 真的這麼多 然後日式的下肝糖 又是用柳丁橘子做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拿來 就是做成下肝糖 這樣子 就是台灣口味的那種 對對對 就是台東這樣 所以 然後下午茶的部分 我們就會 比較主打這一塊 然後因為我們還有做晚餐 晚餐就是也是比較偏 就是日式家常 除了吃的以外 一走進店裡就可以看到 包裝充滿設計感的伴手禮 讓人忍不住尖叫 實在是太可愛了 除了進民宿餐廳品牌外 老闆還說 希望來到這裡 可以慢慢的 跟社區人變成朋友 因此 希望多做 許多跟社區連結的活動 而人手不夠 該怎麼辦 因此 他也舉辦了 設計師遊牧計畫 希望招攬更多年輕的設計師 一起來到山中合作 也希望透過設計 讓更多人 一起來認識太馬里金針山 文館我剛好看到有很多設計 有趣的設計小物 都是你那個青竹設計工作室做的 想問一下 對 其實因為 我們其實現在就是 有三個小小的公司在這裡 就是環山雅筑 是我們最一開始做民宿 然後後面也 後面那間的餐廳 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 其實我們還有 一直在做一些關於 我們原本在經營環山雅筑的時候 就一直有在做關於社區的事情 就是那時候 很多遊客啊 或者是居民 就會問我們說 這個山上有什麼特色 或者是有哪裡可以玩 或者是有什麼景點 然後我們發現 我們那時候才發現說 我們只知道環山雅筑 跟我們把這裡做好 可是我們發現 我們不知道這個社區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們就慢慢的做一些 什麼音樂祭 然後密室逃脫 或者是一些遊牧計畫 都在這裡嗎 對 就是在山上這邊做 把他帶到山上來 其實想要把更多的人 帶到這邊讓他知道說 今天山其實是一個蠻棒的地方 好酷耶 就開始做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才發現 也 因為其實 這些的出發點都是用 一個 我之前的專業就是做設計 所以我們就用設計的方式 再把它 帶入到這裡 然後 像剛才有講到了這幾件事情 就這幾年就慢慢在做 然後所以後面 我們就自己又成立了一間公司 就叫 其實他原本之前就叫青竹設計 我們最近也是有點想要把它改名 只要換一個正式的名字 因為那時候其實馬英開始取的 那一開始為什麼會取青竹這兩個字 一開始會取青竹是 我們是一個想法是想說 因為是取青年竹夢 就是我們想說 我們是一群年輕人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民宿到 設計公司都是 基本上都是在80年次左右 就是比較年輕的一群人 然後我們想說 我們這邊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就是用這個名稱來 只是 我們最近公司也有新的夥伴加入 然後我們也 慢慢的把正式把設計的部分 獨立出來 我們就會想要改名這個叫 灰灰山林設計公司 灰灰山林 對對對 因為我們是希望 就是之後的理念就是想說 大家能不能藉由 我們的作品 或者是我們想要帶給別人的理念 去知道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 回歸到山林 跟回歸到最原始的想法 就是也是我們一開始會 會到今天山林的一個 滿初衷的意義這樣子 其實我們設計公司 一直有一個核心的目標 就是說我們想要 應該怎麼講 就是很多人都說 就是你要吸引年輕人 就是用年輕人去吸引年輕人比較快 有些人會這樣講 不過我覺得好像其實也不太 完全正確 只是我們同輩 或者是我們這一群人會知道 我們喜歡什麼 我們覺得什麼東西是有趣的 所以我們在做很多活動 或案子的時候 我們都 就是設計公司這邊 我們都會以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它好不好玩 如果我喜不喜歡 或者是這個東西能不能吸引到 其他年輕人覺得有趣 我們確定這件事情 我們才會去做 所以我們就是之前 最一開始先做了一個叫 迷霧環山的一個 一個密室逃脫的活動 那時候也其實 造成一些小小的迴響 就是因為 沒有人坐過在 對在山上 這麼深山喔 把一間民宿改造成一個密室的空間 所以那時候其實 打破了很多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兩天一夜 第一次在深山 第一次過夜的密室逃脫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點點小小的 年輕人會知道今天的山 會吸引他們過來 那時候真的蠻多人 然後後面我們想說 我們的力量好像不太夠 就是想要再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辦了 設計師遊牧計畫 就是我們想要 由設計師這個圈去 找到跟吸引更多 一樣有設計思維的人來這邊 發現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然後一起去做翻轉 就是我們設計師遊牧計畫 辦到現在已經進入第五年 然後也帶了大概 每屆大概就是六位設計師 所以大概 帶來山上 帶來山上 原本在山上 然後現在開始就是一直擴展到 整個泰瑪裡 整個泰瑪裡都可能會有設計師 都會有設計師 所以應該有二十幾位 然後也有幾位設計師 就是因為這個計畫留在這座山 或者是留在台東工作了 反而就是意外吸引了年輕人 然後來到這邊 對 就是我們有幾位夥伴 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跟我們一起工作這樣子 而來自第一屆 設計師遊牧計畫的雅婷 從台北畢業後 對山中的環境 他說是念念不忘 因此決定回來加入設計團隊 非常喜歡 就是不管是生活的環境 就是很輕鬆 然後就是慢慢 就是因為 因為我本身是台北人 然後那邊的節奏 就真的就是比較快 然後也整個都比較近一點點 在這邊就是 你想呼吸的時候就呼吸 然後你想做什麼時候就做什麼 就是對於我來說 這樣的節奏跟生活的方式 是非常舒服 跟是我非常喜歡的 對這個是我們跟山上 就是這一座金針山上面的 發展協會的農民合作的 一個半熟列包裝設計 然後它裡面的一些 像這個它是金針花乾 然後它這個就是山上的農民 自己種植的 然後是比較天然的一個 就是農產品 那時候是因為 所以協會其實本身沒有自己的產品包裝 那我們是想要藉這個機會 看可不可以設計一個比較有 識別性的一個產品包裝 然後也可以讓農民們有 可以使用的一個 類似公版的就是東西 然後去包裝他們的農產品 來幫他們開拓一下新的市場這樣 這是我們前一陣子有辦一個就是 解憂記下班音樂節 那它是在八月底的時候 我們辦了一場音樂祭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我們邀請了 全台灣很就是 忙碌於生活跟工作的一些社畜們 就是來到太馬里 就是在從下午開始到晚上 然後去做一個良好的休息 那我們那個時候是以像這樣的形式 就是你收到邀請函的時候 你這樣打開會看到一面 就是 鏤空的一個背景 然後你到太馬里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去找你喜歡的地方 就是可以讓你身心都很放鬆 很舒服的地方 然後就是像這個 識別證跟領帶 都是我們為了這一次音樂祭 特別做的設計品 然後 小酒杯的部分是 可以看到它有兩個顏色 黃色的部分是 你在上班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一點咖啡 所以你當你今天 倒進咖啡的時候 下班這個字就會被消失掉 就是你是上班狀態 那你下班之後 可能需要一些快樂的飲品 來放鬆自我 所以黃色的東西倒進去之後 就會變成下班 對 因為依照飲料的那個顏色 對 就是小小巧思 團隊設計師也跟我們分享 介紹與當地農會合作包裝的設計概念 他把四季的風景 跟農產品結合在一起 讓人看了忍不住 就想要把它給帶回家 其實那時候我們就研究金針山 不只有金針花這個特色 我們就再擷取了金針花 然後小油炬 然後蜜香紅茶 還有一些咖啡 就是不同的特色 對不同的在地產物 然後去幫他繪製就是 不同景色 就是金針山其實在不同的時節 還會有很明顯景色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把它繪製成插圖 然後搭配裡面有做食旅的概念 就是做食物旅行的概念 然後去把它結合成一個有點像小手冊 然後他打開會有一些故事跟介紹 然後跟直接去做小農產品的包裝這樣子 就是那時候油墨延伸下來的產品這樣子 在這邊工作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油墨就上來了 然後我本身覺得 我大學是在台北讀 然後就會覺得說 雖然是很便利沒錯 但就人來人往 壓力肯定就是會比較大 步調比較快 然後我反而比較習慣這邊 也比較喜歡這邊 就是你隨時可以出去跟村民聊天 然後你做的設計 其實大家就是會很近的看到 然後會很近的跟你回饋 比較不會有那種很強烈的競爭 然後比較的感覺 這邊就感覺真的是真心的 在做一件你喜歡的事情 然後村民會看到 然後大家會看到 然後大家會一起在分享這件事情 我就比較喜歡這樣的感覺 所以後來就決定你回來這邊 然後不留在都市這樣子 同樣也是從都市來到山中的指函 說起在這邊做設計創作與都市的差別 他的眼睛一亮 表示比起步調快競爭強的都市 他更喜歡在山中 跟大家一起合力完成一件作品的感覺 觀眾們有空來到金針山 不妨可以來到環山雅筑住上一晚 四季除了有不同景色可以看之外 還有三隻狗狗可以陪你玩 除此之外 還可以到後面這間餐廳品嘗下午茶以及晚餐 最後再買點這裡設計的伴手小屋下山 把在山中的愉快分享給親朋好友們